我們剛剛提出我們剛剛說到最新消息呢 就是柯文哲的太太陳佩琪以及黃珊珊呢 目前都已經到來到了這個台北看守所的路上了 那等等呢就會來準備一些像是枕頭 糧席以及會客菜呢要來交給柯文哲 那麼稍後呢黃珊珊也會來發表談話 針對這次柯文哲被羈押的話 她的心情會如何等等就會知道 我們看到呢現在這個黃珊珊的坐車呢 似乎是已經來抵達了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車牌B113636呢 就是這個黃珊珊所開的車輛 那現在副架下來的呢就是這個陳佩琪的部分 好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從右邊的畫面看到 駕駛座下來的就是黃珊珊 那現在已經有大兵媒體的來進行包圍了 就是因為呢現在的流程呢 基本上應該會是這個陳佩琪先受訪 然後呢在受訪結束之後呢 再由陳佩琪來將這些會客菜 以及相關的日用品呢來送交到會客室 最後才會送到柯文哲的手上 好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陳佩琪 和黃珊珊是已經現身了 那他們目前呢也預計要來直接接受訪問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現在是已達了看守所的門口 現在已經檢查受訪先馬上帶你來聽 好來等一下喔 等一下來 等一下來 好那我想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因為天氣很熱 那首先我還是要感謝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攝影記者朋友 因為攝影天天氣那麼熱 那常常在各地的採訪 那我想透露太陽光很久 那也感謝各位 大家注意不要中暑這樣子 那第二點就是我今天會來這邊 其實我也知道說我只能夠買一些東西 那我並沒有辦法進去看他 不過因為我跟先生結婚33年以來 他以前出國或是到中南部去 比較長時間的long stay 他都跟我報告他的行蹤叫我不要擔心 那這次可能會遇到一段時間就是 我沒有辦法真正的去 關照他的一個身體 所以我今天來這邊 雖然沒有辦法去親自見到他 但是我覺得我來這邊 我覺得我自己的心 跟他更近了 我也要來這一趟 那當然我也是選擇一些 主席喜歡的東西 他當然喜歡吃一些青菜 那跟一些他喜歡看的書送給他 那昨天他要出門以前 他突然跟我講說 佩琪怎麼辦 他好像感冒了 後來我吞吞口水 說奇怪了 那我好像也是一樣 好嚴重的感冒 我喉嚨很痛 他說他也是 所以我們夫妻結婚33年來 除了晚上就算不在一起 我們也要互相包背之外 我們連生病都同一個時間發作 有時候對事情的批評 我們講出來的一個term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今天見不到他 但是我要來這邊 代表說我已經來這邊 我的心跟他是更接近的 我到這邊來跟他捍衛他的清白 對於昨天那一天 我很傷心難過 但是我沒有哭 我打起精神來 我要跟他站在同一個陣線 我們繼續奮戰下去 這姐會不會覺得很難過 這是司法過 然後第二點就是 當然最近的媒體在 在飛越騰騰騰講的一些 什麼精華程的問題 我當然也會很 就很擔心的去詢問他 他常常會嘈笑我說 你就是憂鬱症會比較搞操犯 對啊 我常覺得說 他在台北市政府的做事的 一個精神就跟他在當醫生一樣 病人有任何的一個風吹草動嗎 就騎著一個腳踏車去看病人 他在台北市政我做的市政也是一樣 他覺得說對市民有利的東西 他都很盡可能的盡快的很認真的去處理 那我說為什麼媒體講成這個樣子 他說人如果說真的是要 圖利或收賄罪的話 他說他常常跟我講說不要擔心的理由 他說他要圖利收賄 他一定是有這個權利可以去做決定的 然後這件事情保證跟佩琪解釋 他說他沒有前提是因為他把這個專業的問題 交給一個什麼什麼什麼會議 什麼都省什麼都發什麼會議 我不太曉得 他經過了好幾十次的會議 然後每個會議都有委員會的錄音的記錄 跟會議的記錄 他說他就是交給專業的人 來做一個專業的處理而已 所以他叫我說不要擔心 只是說我不曉得說今天會因為 他對市政務那麼的認真的一個工作的態度 會今天鬧到導致他今天到這邊來的程度 那還有第三點就是我想要講一下我自己 有人說我家有什麼財產來源不明的一個問題 我在那天在連政署在問訊的時候 我們家所有的一個金流 我當然是口頭陳述 後來也是補足一些銀行的一些資料 當然有些資料還沒有補齊 但是我都盡可能可以有委託書的話 我都盡可能補齊 所以我覺得明明白白的 已經跟檢調連政署說明了 我們家 沒有任何財產來源不明的金流 那我會做那種ATM的小額領財 那是因為我從2014年之後 本人變成一個名人之後 我就很少去櫃台了 用一個機器對我來講比較沒有壓力 那我不要想到說我這種用ATM領財的方式 變成人家離知我罪名的一個證據 我的存體的記錄 我不曉得有多少筆 因為所有的存責全部都被人家扣押住了 但是我想請檢調去把我的存體的記錄 去做correlation 不要把我的存款的記錄 跟我先生試證的行程綁在一起 我的存體記錄跟他的試證的行程 不是有便當會我才去存 不是什麼東西我才去存 我不知道他的試證的行程有哪些 我做我自己的理財動作 跟可能我醫院有空 可以去做這些事的時候 我才去做的 跟我先生的那個試證的行程 完全沒有關係 而且我每一筆都已經有提出 我到底是從哪裡提存來的資料 我都已經準備齊全了 最後一點 昨天突然有人傳送了一個訊息給我 說那個4300萬的 進南大樓的商辦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說那對屋主兄弟 是跟什麼都有關 那個兄弟是簽約的時候 我才第一次看到 那是一個70到75歲的一個兄弟 我不曉得他們的身份 我只負責跟他們簽約而已這樣子 所以請問大家不要再把那個 以而傳而那種不實的一個資訊 污衊在我們身上 那4300萬的金流 從我們賬戶出去的 我有網銀可以拿到的 我已經有提供了 那其他當然沒有網銀 沒有辦法拿到的 我最近這幾天 我會去銀行去申請 那個交易明信的資料 就這樣